女人容颜不滑,是几年面皮肤长皱纹,色色暗沉以及雀斑,黄鹤斑等。 中医认为这不单单是皮肤的问题,而是由肝肾亏损,血须气衰,或者是肝于气质所导致。 所以,女人要想敷美无皱纹,就要从调理肝肾继续着手,由内到外全方位调理,一时的化妆品,美肤品,是遮盖不了越长越多的皱纹,即斑坏的。 女人面部长斑,坚持喝三种药茶,可抗衰除皱,防色素暗沉,晒不黑。 一,珍珠茶,珍珠茶致说是慈禧最喜欢和常常饮用的一种养生美容茶。 珍珠美容,已经为美容界所崇伤,珍珠不仅在医学上功效卓著,在《本草纲目》中也有记载,珍珠有大化石斑,黄鹤斑的作用。 所以,珍珠,茶叶各适量,选用晶莹圆润的珍珠研磨成细粉,此挂风筑备用,每次一小匙约染客,以被水冲泡茶叶。 取茶汁,后温送服,每隔时天服依次,克中基泽肤,保青春,美容颜,适用于面部皮肤衰老等,还有防晒抵御黑色素的功效。 2.玫瑰花茶。玫瑰花未肝微苦,性温,原理器解育,活血散于何调经止痛。 另外,玫瑰花的药性非常温和,女人常饮玫瑰花茶,能够温养人的心肝血脉,熟肝降火气,调理血气,促进血液微循环。 3.长期饮用益有助于促进心肠代谢,取玫瑰花5克,用95度沸水冲泡,带茶饮,每日可饮,去水即可,即可美容输干气,又可调经止带。 特别是对女人约经期痛经非常好。 3.枸杞清果美颜茶。枸杞性肝,平,枸杞叶,苦,感,性凉,又养肝护肝,滋润肾脏,润肺的功效,肾气,肥脐不足,都可以反映在面部,使得头发干燥,面色无滑,清果含蛋白质胡萝卜素,维生素B1,维生素B2,维生素C,钙,铁,铁的,用清果,龙眼肉各5克, 4.枸杞子柳克,冰糖适量,将前三味料洗净,放入茶杯,加冰糖,用杯水冲泡,淡茶饮用,每日一剂,去用氧续滋因,适用于美颜,皮肤宝剑等,特别适于阴虚,枯瘦,肌肤,无则之人饮用。 该茶剧有补虚损,长肌肉,养颜色之功效,长颜科时细血充沛,容颜红润,精神饱满,美颜常住不衰,女人要关爱自己,将自己由内而外真正的美起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